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杰·奥特曼的第三弹街机卡片 这次一共给大家介绍30张卡片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张是杰·奥特曼的尊皇形态 他的手里拿着王子之剑 背后的背景是一个地球 这是尊皇形态的软胶 那它和图片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看起来是不是很帅呢? 这张卡片是宇宙人者巴尔坦星人 他的必杀技是分身攻击 就像图片上的有三个巴尔坦星人一样 这是巴尔坦星人的50周年纪念软胶 他的手上是两个大大的钳子 他可以从这个钳子发出光线攻击 这是银河圣利奥特曼的变身卡片 银河圣利奥特曼是银河和圣利奥特曼融合变成的 他的必杀技是奥特曼融合射击 这是银河圣利的软胶玩具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酷呢? 接下来是贝利亚的闪光卡片 这是一张极其稀有的卡片 它的属性是暗 这里写着UR就是极其稀有的意思 这下面是贝利亚的介绍 他是杰河特曼的父亲 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坏蛋 和赛罗的决战之后去向不明 这是超古代龙梅尔巴的怪兽卡片 他的眼睛可以发出光线的攻击 属性是风 这是杰河特曼的好勇形态 这也是一张极其稀有的卡片 他的头上有两个大大的脚 这是好勇形态的软胶玩具 卡片上的介绍 写他头上的两个脚 是奥特之父力量的证明 无论多强的怪兽 都可以被他一击打败 这是超时空破坏神 赛刚的怪兽卡片 他的钳子上面有尖尖的刺 属性是谁 然后是超古代怪兽戈尔战 长着满嘴的獠牙 他头上的脚可以发出超音波光线的必杀技攻击 这是一只图属性的怪兽 这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变形弹 那你们知道这只怪兽是被哪一个奥特曼打败的吗 接下来这只奥特曼 你们知道是谁吗 他是雷欧奥特曼的兄弟呢 这是全属性的 接下来是这一张 赛罗奥特曼的超线形态 这是他的变身卡片 他的属性是黄 必杀技是八重破坏光线 这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软胶玩具 那你们知道赛罗奥特曼是怎么样变成超线形态的吗 接下来这张是闪电杀手的怪兽卡片 那这是他长长的尾巴 放出巨大的电流 这是他的软胶玩具 手上有巨大的爪 这是怪兽 骷髅哥莫拉的怪兽卡片 大家看 他在发动超震动波的必杀技呢 他的头上有两个大大的脚 嘴上有很多红色的獠牙 这也是一张怪兽卡片 他的眼睛在发光 胸前有两个大光球 那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怪兽吗 他的手上有三个利爪 背景是一个巨大的火球 这是怪兽的软胶玩具 如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的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接下来这张是谁呢 他拿着一把巨大的弓箭 这好像是赛罗奥特曼 他的属性是铠甲 那这个是纠集赛罗 那你们知道 赛罗奥特曼是怎么样变成纠集赛罗的吗 这是捷刀奥特曼的干燃形态 他的属性是火 那你们知道 干燃形态是由哪两个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 卡片上面写着 这是捷刀奥特曼的第二个形态 他还一口气打败了三个黑暗洛普斯赛罗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形态 接下来这个怪兽 只出现在捷刀奥特曼的接机上 他的嘴里在发动必杀剂 然后身上有很多 马嘎大使 还有电弧贝利亚的特征 这是马嘎马嘎 电弧贝利亚 接下来这个奥特曼 也是接机形态里面专有的 这是迪加奥特曼 还有孟比尤斯奥特曼融合的捷刀奥特曼 英勇挑战形态 那他的身上有孟比尤斯的特征 还有迪加奥特曼的特征 你们能找到吗 大家可以在我的接机游戏里面 看到他的游戏视频 接下来的这个 也是接机专有的形态 这个捷刀奥特曼看上去很帅呢 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武器 让你们知道 这是由哪两个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 这是奥特之王 他的属性是圣 这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软胶玩具 接下来这个怪兽是谁呢 全身黑色的 还有很多红色的条纹 看起来好像很强大呢 接下来这个怪兽 出现在杰奥特曼最新的一集里面 他由金谷乔 还有加拉特隆融合变成的 那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怪兽吗 左边是加拉特隆的手 右边是金谷乔 然后头部是加拉特隆的 最后一张是艾萨特曼的卡片 这是艾萨特曼的软胶 他的眼睛是黄色的 然后耳朵两边还有两个小辫子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弹的接机卡片就到这里 我抽出了自己最喜欢的几张卡片 有银河胜利 超线形态 肛然形态 应用挑战 还有无线交叉 尊华形态 那你们最喜欢哪一张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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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